同学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告诉我们以知平行四边形ABCD中 A点是23,B点是-3跟1 C点在-10跟-2 那我们要求D点的坐标 首先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ABCD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平行四边形ABCD 可以知道AD的向量等于BC的向量 我们可以把图画出来 AD的向量等于BC的向量 平行四边形AD会等于BC 方向一样 方向一样,向量一样 那我们令D要求的 它的坐标在X跟Y 所以我们利用向量的一个坐标表示法 后减前 后减前 AD向量可以写成X-2跟Y-3 BC向量就是后减前 所以是-4减掉-3 那Y的部分是-2减掉1 我们计算 这边是得到-1跟-3 所以-1跟-3要等于AD向量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它写成X-2要等于-1 Y-3要等于-3 把X跟Y分别求出来 X等于1 Y等于0 这样 D的坐标就是1跟0 好,这一题就解出来啰